江西老人带5岁孙女生吃鱼胆 导致全身多器官衰竭 看完气死了 等到老太太将鱼汤炖好后 孙女高高兴兴咧着嘴冲了进来 冲着奶奶大喊 奶奶我把鱼胆吃光了 你看我厉不厉害 老太太当时都懵圈了 这玩意儿可是生的呀 让孙女吃孙女还真吃了 可转念一想 老人经常说 这玩意儿吃了能去病消灾 还能消炎去火 应该没啥问题 也正因此延误了大量救援时间 等到发现孙女的问题有点紧急后 这才拨打了急救电话 将孙女送到了医院 可此时孙女耽搁时间太长 毒液已经深入肌理 简单的洗胃 已经无法保障女孩的性命 情况十分危急 主治大夫拍板决定 使用血透机和心肺辅助功能器 这才算是稳定住了孩子的情况 欧阳先生和老婆赶到医院后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满脸惨白 气不打一出来 但他们也不知道 是该把这个锅甩给老人呢 还是该把这个锅怪在自己身上了 专家表示 生鱼胆里边含有大量的胆汁毒素 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吃多了能轻松放倒一个成年人 更别提孩子 所以生的东西不要乱吃 以前的那些民房土法 不要乱用 一旦出了问题 第一时间要及时就医 而不是想着用这些封建迷信思想 来自己欺骗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大家觉得这名老太太 需不需要承担本次事故的责任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